请写出一条你最希望看到的关于我的热搜 说出一条最近最想看到的一条热搜 说实话 如果是张杰的话 在更大的舞台去拿到一些世界的认可 国外的音乐制作人 包括国外的歌手的 很顶的歌手的合作 我都看到你 我在做 你做得越大 你承担的责任越大 你已经不能只做自己特别喜欢的音乐 你可能有时候我要想想说 我现在可能是代表这样的一个级别 所以我能不能给外面人更多看到一些东西 你已经有你的使命感在里面了 这个事情是避不掉的 时光约会我先吸收一下能量 对 慢慢来不及的 然后朱杰的话我希望他 因为我太了解他 然后你要一个个点的 我肯定啊 如果是我抽到这样 我希望朱杰的热搜就是 比如说 喜得引地 不用引地 就是一步去一个很好的角色 让人家就一下子更多人能 我记住他 我觉得跟音乐歌手一样 就是陈铭座 作品 对 那个角色一定要必须是 大家记一辈子那种角色 老大 其实我这次看到他很开心 唯一让我听到他跟我说的话 我有一点难过的就是他说他已经很久不在舞台上那个唱歌和那个做音乐 他只做制作他自己不在 这一点是让我 我插一句 前天晚上你们都劝我再写歌我已经建立了信心 我决定回去好好摸一下 哪可以 来来来吃嘛 对 这就可以 我希望下一张热搜看到狗尾发新歌 什么热搜 跟音乐有关热搜 好吧 然后我们就帮你转一转 你来一个 老大你来一个 我抽 六吧 六啊 孙孙莉莉 如果过去一年可以重来 你有什么事情会做不同的选择 现在想的是 早一年可以继续摸吉他写歌 就是如果你回到之前的话 你想之前可能某一个时候 你如果拿起吉他写个歌 就不会觉得浪费了一年 其实音乐是一个 我觉得对你来说应该是个很好的出口 不一定要唱啊 你先创作歌曲 我们不要说再有一个什么北斗星的什么 你就去写 我就去唱 你写什么歌你觉得 OK的 喜欢的小样你就给我 然后我们就来做 好不好 好了 好 那我们我抽一个吧 这个 说一件关于你我 不知道的事情啊 不知道的 你自己自爆一个 我其实在节目里说过一点点就是 我也很久没有唱歌了 今天唱歌我也很感动 我也很开心 就看到别的歌手在台上唱歌的时候 我的那个羡慕的情绪会增加很多 我好想唱歌 我特别想唱歌 但是这些年没有很多的唱歌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你们不知道的 朱杰是一个很要面子的 我跟他 因为有一些朋友是可以就展示他所有的好的坏的什么反正给你们看到都是OK的 但是朱杰是只给大家看好的 很少愿意说这些 有些时候人对面子来讲啊 我是后来才那个的 可能面子可能在我零八零六年到零七年那个之间那个面子我自己是冲破的 他不是一个大家要追逐我男人要怎么样 这面子我觉得不重要 那个不是重要的事情 你要做的事情才是重要的 关于面子有一个点我这突然就变了的 我以前高中的时候 有一天我跟我妈吵架 然后吵完架之后我就 就想摔摸就走了 走了之后停在那 我就感觉 我为什么不跟我妈说过对不起啊 我干嘛 我是我儿子 对 就一句话就结束了 回去了我说妈对不起 而且我说四十二妈妈对不起啊 我妈 啥的 我说对不起 他就 你个男的突然跟我说了这个话 从那时候 我就觉得 开光了你知道就觉得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是你妈 那如果对于 谁都是这样 如果是很轻的人 不重要这个 当你越在乎他 其实你越来伤害你的最轻的人 直到现在 我有一些改变了 我联系他也变得多一点 我联系你也变得多一点 可能是因为我做爸爸之后 对我的 人生就有改变 所以我说我现在眼窝子很浅 稍微有一点点 软和的什么那个话 我就 我就扛不住了 我就要开始流眼泪就哭 可能这也是生命和时光带来的变化 咱们还在抖音里联系 对啊 那也是后来有了 有了宝宝之后的事情了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